现在选战倒数37天了 短兵相接啊 只剩快一个月多了 这样子非常的紧张 各个现实的版图 开始都有一些不同的突破点咯 先来看北台湾在新北的部分 现在呢来看是林家龙 绿营的林家龙狂战 狂打的点就是呢 尤锦目前新北市长侯友宜 他们呢 蓝营他们要办的 其实呢这样的一个新北耶诞城 因为林家龙说啊 新北耶诞城你今年的预算 加倍时间又拉长 为什么呢 选举到了吗 全部都是因为政治考量吗 但是来看看新北官吕局长呢 杨忠敏他也有话要说 他成亲了说 没有这回预算只是多加了1000万而已 请不要用政治语言来误解 新北的耶诞城 除了北台湾新北呢 狂战耶诞城之外 来看南台湾高雄 高雄现在呢 狂打狂杠蓝营 狂杠的是绿营的医师镇 陈其迈的医师镇 因为被爆料 他呢这样工费的资格 结果也没去偏乡 也没有去同医 还打着呢 这样医师市长的名号吗 但陈其迈说 钱已经依照规定还清了 也说医师镇在教育部 但很帮柯志恩的陈议员 罗志昌就说 其实现在呢 他们说南高雄 应该要增加第二个高铁站 因为大家都在问了 高铁延伸 为什么又没有经过高雄的市区呢 南高雄为什么没有 来增设第二个高铁站呢 陈其迈如果你不敢做 那没关系 那你就不要做好了 你让柯志恩来做 好 其实来看柯志恩的部分呢 他现在目前呢 传出呢 希望李四川来当任副市长 很多网友说风向变咯 高雄其实已经不是铁板咯 好 看出来柯志恩的身世 越来越旺 有个翻盘的一个迹象了吗 不过刚刚提到 这陈其迈的一些医师的 医师镇的这样的一个争议 其实他的公费医学生 这样的一个资格 当初取得医师的一个资格 争议持续的还在收 台北市议员呢 王宏威又再度的召开了 记者会来指出 传奇迈 问题重点是 你就是没有履行 六年偏乡义务服务 医师镇被扣在教育部 根本无法职业 而对此呢 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 柯志恩也在加码强调说 赔钱了事 难道是你公费的一个初衷吗 问题是你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取得了医师资格 但是又占了偏乡的一个资源 不是没有所谓有没有违法的一个问题了 不过呢 陈其迈也做出了回应说 自己是实实在在的医师 也是政治的工作者 强调他并不后悔自己当初的选择 我觉得我们今天要追究的就是 陈其迈当初就知道 他是要用公费医生的资格 那公费的医学制度就是希望能够 在领取国家的这个奖补助之后呢 能够有一段时间是来替我们偏乡 替我们国家的这些医疗系统来做服务 就是当初在报考的时候 就应该非常的清楚了 所以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 不是说你有没有违法 而是在这样的原则之下面 你真的认为公费医生的制度 真的就是可以赔钱了事吗 赔钱了事难道就是一个 我们当初设立所谓的医学公费生的 一个最主要的初衷吗 我觉得这才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重点 所以呢我个人觉得 陈市长势必要对于他 拿到这个公费之后 没有履行这个六年的 这个公费医生的这样一个职责当中呢 他势必会要做出一些 额外的一些的说法 这件事情我做一个完整的说明 我是实实在在的医师 也是实实在在的公费人 也是脚踏实地的政治工作者 在每一个阶段 我都在实践我的理想 我选择放弃临床的工作 投入政治改革 作为一个学医的人 我对我人生的选择不后悔 好 武一山先生在我们的子评说 当医师有没有比当政治家 老家好赚吗 当然政客比较好赚啦 另外呢也有来看的是呢 踢钢铁说这叫做李医师 不叫真正的医师 好 看完了高雄的部分 我们再来关心的是宜兰 好 宜兰的部分 哇 选情一面倒 一面倒哦 来看这个民调哦 根据零传媒最新的民调 宜兰县长也就是呢 国民党的林兹庙 现在的民调大幅领先哦 来到了52.93% 将近53%的一个支持度过半 好 另外呢 第二名的民进党宜兰市长呢 这张聪渊 其实来看他只有拿到 31.03%的一个支持度 跟林兹庙差距了20% 民众党参选人陈婉慧 这只有少得可怜 只有5% 好 林兹庙大幅领先哦 虽然他有一些争议哦 但是现在呢 其实来看的是呢 还是他的民调非常稳定的领先 而其实来看的是呢 包含了游义努就说了 民进党的北市本来就稳赢了 但现在坎兮兮哦 变成落后 陈时中的民调一直趴在地上 一直起不来 他说现在哪些地方选情比较稳定呢 台北已经不稳定了 其实来看的是新北 台中 高雄 台南 选情 谁胜谁负 相对稳定 差距比较大 另外呢 这个民党秘书长呢 林锡耀者说 执政肯定没有反应在候选人的身上 他们绿营自己内部有评估了 看起来呢 这次的选情很冷 对民进党的一个支持度 并没有直接就反应在 他们支持民进党推出的候选人身上 他也认为了 台北的北 台北啊 桃园啊 新竹都要多加关注 当然绿营内部很紧张 那蓝营呢 来看看蓝营也有最新的动作了 好 国民党呢 下个礼拜将启动的是行动中常会 而且呢 首站选择在哪里 在北台湾基隆 好 这个行动中常会要干嘛呢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他说他们呢 要率领党内的中常委 还有些党务干部 去拉台 选情比较相对紧张 五五波 或是为服领先 可能差一点不想被翻盘 想要超越更多的 关键的一个县市 好 这是呢 希望能够帮 在地要选举的议员啊 还有市长的参选人 来拉台他们国民党的一个气势 其实朱立伦就说了 因为民进党不断不断的抹黑 所以呢 行动中常会就安排在基站区 希望能够对候选人来加分 这个行动中常会 不会为行动中常会 而行动中常会 希望对于这个候选人有加分 同时也是根据各地的情况 所以一些选情比较稳定的 我们大概就不会安排 只会安排一些比较需要的 或者是基站区 所以我们第一场是选择在基隆 那虽然国粮目前是领先的 但是我们觉得 因为民进党不断的用各种方式 来抹黑造谣 我们需要给他一些正面的帮忙 好 另外来关心 前高雄市长韩国瑜 这个礼拜浮选行长逐渐曝光 不过有人在观察 韩国瑜的正台的角色 会不会呢 只是落后者就心 而领先的人只敢用巧遇 就怕呢 还有韩国瑜的一些 所谓的负面效应 也变成了绿营的提款机 不过呢 时事评论员谢韩冰 他并不认同 他说因为这一次的选举 有一个更耀眼的新兴陈时中 所以他建议呢 韩国瑜就大胆 直接站出来 相对落后者来讲 本来就是你要先有话题嘛 有话题总比没话题好嘛 不要完全被人家忽视掉嘛 那可是实际上就有一个不是啊 许淑华 许淑华还找他 许淑华落后嘛 许淑华领先那个要命呢 对不对 那谢龙介当然就是 目前暂时呈现落后的态势 他希望韩国瑜来加持 而且韩国瑜如果都已经 去帮别人助选 他不去帮谢龙介站台 才是比较奇怪的事情 那林根仁实际上 他之前已经帮他录过一段影片 那现在林根仁可能会选情 真的 因为他一直被边缘化的关系 他可能想说 我是不是来刺激一下话题 就是又找张亚中老师 又找韩国瑜 对他来讲 是不是能够连续带起一波话题 至于说绿营会不会 用这些东西来见缝插针 可是问题是我真的觉得 效果会非常非常有限 因为第一个 我讲一个最实际的 过去他们常说韩国瑜喊倒啊 什么满嘴的插话啊 然后讲一些不可能 草包啊 对啊 然后讲一些不可能实现的东西啊 但是这次选举 有另外一个非常耀眼的星星 已经盖过韩国瑜的光芒 比草包才能比得过陈时中啊 比讲插话才能比得过陈时中啊 而且他是金句超级连发 每天不中断 我觉得这一次多亏了 陈时中把韩国瑜彻底洗白 我真的觉得 韩国瑜就是放心大胆的出来 该还的人情该去助选的 他本来也是国民党党员 其实也有帮人家助选的义务啊 讲实在话 我觉得就放心大胆去做吧 我不认为会造成什么太大的反效果 好 接下来来关心一下新竹的战局了 其实在新竹的部分也是呢 战得非常的激烈 尤其民党全党上下打一人啊 高宏安被连环各种不同的方式来猛攻 现在来看看的事啊 其实呢 高宏安针对了之前的争议 他说其实都已经委任律师 已经韩文来回复 可能是资策会还没有收到 好 民党为了选举来清国家的机器 抹黑又造有 全人民全部都看在眼中 连资策会都被迫因为压力 你看 发夹弯啊 大改口 他认为这一点深感遗憾嘛 好 当然呢 我们都知道 其实资策会的确 这态度前后差很大 原本说没关系 后来好像感觉又要一副 要追究的样子 好 不过呢 对手当然说 看来是自以为聪明取巧 作为市长候选员 绝对是有义务上 坦诚上市民来说清楚了 好 不过目前 资策会的最新一个主张 主张发文 这个主张著作权 他们认为 请高宏安 你要在7天之内哦 要说明 如果没有收到回复的话 很抱歉了 这一块礼拜五 就这个礼拜五 或是最晚就下个礼拜一 就要对提起侵权 告诉要来告高宏安了耶 好 看起来高宏安 这回真的是被紧咬 狂追 猛打 遭到绿营质疑 就是他在担任资策会的时候 又违反兼职啊 担任了科制企业的 这个企业处长 立委柯杰明 更是重炮猛轰猛攻高宏安 说他寄生 又寄生重将的寄生 这两个字哦 来资策会 图立的是自己 不过高宏安 他也不是省油的灯 他拿出了很多的证据 来一一反击 说科制公司 是资策会的一个 衍生的企业 创立公司是因为呢 资策会的一个鼓励 换句话说 资策会完全之情 所以质疑资策会 不知道到底是受到什么样的 庞大的压力 才最终决定改口 高宏安在资策会总共10年 但是拆下来看的时候 这10年就是寄生资策会 假公子 寄生 图立自己 那现在又在报另外一个 就是他不在美国时间 在台湾时间 他好去创办科制公司 在立法案里面的网站 他自己写得很清楚 他是科资公司的口方的 他是处长 用资策会的研发 科资策研发成果 假公司是搬到外面 图立公司 图立自己 这些都不是只有 执掌伦理的问题 是个非常严肃的法律问题 有一些看不下去的网友 他们翻出来了 我在2016年的时候 在我们Computex 南港展览馆的电脑展上面 其实我当时就是穿着 科资企业的制服 在资策会跟工业局的场合 帮蔡英文总统 还有我们现在的 沈隆金副院长来进行导览 所以如果今天真的像 不管是昨天的资策会的 卓执行长 或者是今天的 科建民总招所言 高宏安在科资企业的 这一些所有的活动 都是资策会不知情 都是不当的兼职 那又怎么会在2016年的时候 在资策会自己发出来的 新闻稿跟图片当中 都有这样子的一个说明 科资企业是资策会的一个 衍生的新创公司 在当时我们看到 其实资策会在这个过去 我们的科专的这个计划当中 其实都有被要求 或者说鼓励 会内的员工做新创公司的创业 所以当时我们其实是在 资策会的鼓励之下 来进行这样子一个 科制企业的辅导 我不知道现在 这一些所有的指控 在2022年被2016年的自己打脸 我在想资策会到底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压力 才会造成这样子的改口 跟这样子的说谎 对啊 为什么态度如此 180度大转弯背后什么猫 你我们持续来追追追 不过桃园新竹这一块 真的最近战场非常多 我们看到资策会农委会 统统都动起来 当然对于桃园新竹的选情都有影响 被批评这些 是不是根本就是国家机器 抹黑造谣追杀呢 其实来看的是呢 这个郑运鹏说 他去大陆赚人民币 是他一生经历的一部分 他真的说清楚了吗 其实来看针对大家所质疑 你是不是西境大陆 大赚人民币呢 假装是绿的 结果自己呢是红的吗 好 郑运鹏就说了 他说这是人生经历的一部分 也有公开资讯 他相信自己可以接受检验 也认为这个绝对没问题 但是真的绝对没问题吗 看在很多人的眼中 觉得这问题可大了 好 另外呢 张善政 其实呢同时他也说 去中国做生意 其实并不是一件可耻的事情啊 但是可耻的是什么 说一套表面装一个样子 私底下做一套 又是另外一个样子 真正可耻的是这个 好 明天哪 执政就是老式 这种双标 好 另外呢 其实呢 农委会案书面说明其现日呢 其实根据了解 好 根据了这个了解呢 洪基会正式回案给农委会咯 他们说到时候要看 农委会怎么样来反应 怎么样来处理 而陈清仲现在也被指责 抄袭啊 剽窃啊 他用什么标准在处理论文 其实也都没有看到下文嘛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根本这个绿营 常常在双标 不过在桃园新竹这两块 其实呢都占得非常的激烈哦 好 那当然来关心 其实呢 10月20号也是洪基公司 对农委会研究案提交报告 说明的一个最后的期限 好 当时呢就说了 洪基会发公文 会发给农委会 面对对手 郑运鹏呼吁要公开说明 他反抢啊 他说要他发挥立委的身份 好好督促农委会 要公开回函 好 刚刚有提到嘛 农委会主委陈其仲 则是说呢 收到说明之后 才会来按照流程处理 今天是农委会报告案提交报 最后一天 郑运鹏就向院长 准备报告 他搞错目标搞错重点 我们很早以前就讲说 20号这个期限 我们是配合洪基在作业 我的了解洪基今天20号 会发出公文给农委会 那我们就看看后面怎么发展 好吗 请他也会去注意农委会 请他发挥他立委的功能 农委会接到洪基的回函以后 请他去督促农委会 把洪基的回函公开出来 对 所以既然洪基的回函 回到农委会以后 洪基当然要处理 那么农委会在处理这个回函的时候 很好的问题 我请问农委会在处理这个回函 这个个案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用同样的标准 去检视农委会 陈吉仲主委 你过去做的一些案子 被人家指控抄袭 也要用一样的标准来检视 我想今天应该是最后一天 我们会收到洪基公司的 这样的一个相关的说明 因为到昨天为止还没有收到 那收到完之后 我们有相关的流程 我们就会依照流程来办理 那不管有没有收到这样的一个 书面的资料 流程的处理 那下一步就是来确认 要不要专专案小组来进行 那再次跟大家做说明 好 同事赖冠心 耗资4.51元 开幕半年多的桃园海螺馆 之前有民众爆料说 在场馆里头看到用水桶来接漏水 认为桃园你们的公共建设品质太糟糕 不过来看是客家事务局解释了 他们说是因为最近天气的关系了 所以造成了冷林的效应 才会滴滴答答不断地滴水 纯白海螺建筑外观 配上蓝天白云每不深收 这是赤资4.5亿 今年3月才风光开幕的 永安海螺文化体验园区 也是桃园永安渔港的打卡热点 不过却有民众抱怨 日前来到海螺馆游湾时 看到走道上摆着水桶正在接漏水 民众看到觉得很糟糕 那不应该是这样子 不应该啦 更有网友留言 没水海螺会死的啦 什么水桶 那个是装置艺术 反讽桃园公共工程问题频传 实际来到海螺馆 走道已经没有摆放水桶 客家事务局提出解释 判断应该是说天气的变化的关系 所以会造成一些冷林的效应 大概有一部分的水会滴下来 虽然事务局强调建筑结构没有问题 不过场馆滴水造成民怨 事务局也承诺会再安排济师 了解为何会滴水 桃园的公共建设状况频传 从宇球馆天花板坍塌 到市民活动中心漏水让人摔伤 现在又传出海螺馆漏水 桃园的公安建设品质 真的让人提心吊胆 记者刘志展周梦如桃园报道 要来科普一下 这个水神呢 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呢 会还原成水哦 不会感染也不会影响到你的皮肤 所以小朋友孕妇也适用 万万水神呢不伤人体 适合长时间多频率的使用 如果不够用的话呢 可以干脆把这个生成鸡埋回家自己来使用 好